要先搶麥克風,不然一會動文講完之後就沒有人聽過 我是主持來的,剛才阿弗威樂幫我,因為我有一個居民會在九龍城 剛才阿萬別說了,郭醫生也說了,下一個我們請陳景明教授 新民主同盟,他以前是民主黨的,他在民主黨的時候,他們叫做改革派 在新東這一班,包括范國威和陳教授,他們是退黨的 本來民主黨在區議會有六十多席,他們退黨之後只剩五十多 全盛時期民主黨有一百二十多個區議員,這個黨都算不知醜 回歸到現在為止,他的議席是不斷減少的 所以陳教授送他一程,帶著十幾個人又退黨 他們組織一個叫做新民主同盟 退黨或者政黨的分合其實很正常的,告訴大家 不要覺得什麼那麼大件事,等於我創過社民,連我都可以退黨的沒有問題的 我們要記住一件事,政黨是工具,人民才是目的 你組個政黨如果不是為人民謀幸福的,不是為人民的權益的奮鬥,為自己的黨 就像八甲黨那樣的,那你這個黨沒什麼用的,老實說,對不對 好,那我們請教授說 大家好,很高興在這裡見到大家,其實都不應該說很高興 老實說,七一又要出來走,真是極之不想 但是很明顯是官逼民反,我很喜歡,旭敏定這個主題 大家可以見到回歸以來,就是從97年到現在,一年已經十四年的光景 可以很清楚見到,尚高對我們的控制就越來越多 對我們的政策的控制更加越來越多 對我們的規劃的控制更加越來越多 去到今天呢,我們見到不單有地產的霸權 那這些可能是官商勾結的惡果 我們還見到呢,有政治的霸權 現在的政府呢,覺得他的事情可以過到舊票過立法會呢 從來都不需要理市民的感受,也都不需要講道理,對不對 是 這個道理很清楚的,今早我見到電視,真是 哎呀,都黯然神傷下,下午吃飯的時候 見到竟然是有孕婦是跪下 就是,向我們的官員求救的時候 哎呀,我很同情你,不過我不會接受你這個提議 這些不知道是什麼道理,那道理就是 這些本來是港人的內地的孕婦,他的太太是他們的骨肉來的 竟然要讓路呢,給一些根本就沒有香港身份證的人下來生寶寶 我不知道,除了這件事之外,我相信大家還會一樣,可以說到很多不同的道理 可以見到呢,這個政治霸權呢,越來越就是 我們有時候說這個溫水煮蛙 大家知道全球暖化,我一道教環保的 現在的暖化呢,越來越厲害了 以前呢,就升了0.6度,現在將會升幾度 我們同樣道理,溫水煮蛙呢 二、三十度,現在已經去到四、五十度呢 那個窩爐呢,已經越來越熱 大家很清楚,見到這次這個替補那個 那個選舉那個條例出來的時候 完全也不需要講道理 基本法第68條呢,說得很清楚 所有全體的立法會議員,必須由選舉產生 選舉是做一次,那選完 那些輸了就輸了,是不是?完成了那次選舉 如果有新的席位是要替補的 那當然要再選過了,這個是很清楚 我想每一個小朋友都明白的道理來的了 那本來都不想出來爭辯的 但是,你可以見到我們這些官員,這些政治霸權呢 他有他們的想法呢,就真的彼而所思 令我們想到呢,究竟其實這些所謂的法例呢 其實是誰陰定下來的呢? 他們陰定下來,很明顯是想對付 那些人都在我身邊這位仁兄了,是不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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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點掌聲一下,宇文一下 去年就敢搞這個五區公投 他們說,沒有什麼影響 你們看不看到這個影響啊? 好! 他們開始是要向騰的,他們就要 無所不用其極,想盡辦法 用這個政治的霸權,企圖通過這些 這樣的惡法 還惡過23條惡法,是不是? 是! 剛才陳卿說得很對 多些反對聲音 那個叫做什麼 網上選舉條例,是不是? 是不是被否否決了? 是! 撤回! 撤回! 我們是不是要硬起來 7日要再去香港,是不是? 是! 告訴政府 這個替補機制 完全沒有道理的 是! 完全沒有道理的 所以我想 各位朋友在這裏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我們會坐在這裏呢? 因為我們不妥協 過去這麼多年來 去年我們很傷心離開了民主黨 政黨的黎黎俠正元 旭敏說 很平常很正常 重新整合 只要我們繼續上路 繼續抗爭 繼續向這個專權專制說法 我們會繼續呢 和人民力量和其他支持民主的朋友 向共產黨說法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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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繼續 我們要 硬起來 大家都是硬漢子 我看到今天在牆上高 除了這樣之外 最重要的一件事 剛才也有提及過的 我在大學教環保 我經常教了同學 就說 你不要經常講環保 你要做才行 所以我不開這個 不開這瓶瓶水 對不起 我不用瓶水 我自己帶膠瓶 你要做才行 就是 又去討論 去到立法會 說這個泰保條例 我抗議 我離場 那我不做 不單止我們要做 我們還要做得 要 要 善惡要分明 界線 一定要很清楚 所以呢 在這個立場上高 我們新民主同盟的朋友 雖然今天 剩下我們 其他的黨友 都在地區 有他們自己的活動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們在我們的立場上高 我們覺得 譬如有 已經提出了 如果這個條例 不幸地被通過 就要辭職 尋求司法覆核 這是可以一個做法來的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做法 更加激烈的做法 我想 旭民應該會慢慢跟大家說 有不同的建議 那我希望這些建議 都得到市民大眾的支持 好不好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 今天記得 如果你還未登記做選民 記得登記做選民 好 好 如果你還在猶豫7-1 帶些什麼要去遊行 我已經不問你們去不去行 假定你們個個都會去行 這個政治霸權 那些警察竟然說 喂 你又不可以賣東西 又不可以籌款 大家是不是好像做僵屍 走又行屍走 又說不准帶樂器呢 起碼都帶個哨子 是吧 是 大家會打些東西發聲 好嗎 好 7-1幾多出來走 好 OK 我講了這麼多 隔壁人 好了 接著呢 7-1我們請民陣的 副召集人 李偉宜 講一下 7-1遊行的 一些 現在我們看到一些情況 就是 警方就 在那個 反對通知書那裏 加了很多附帶條件 或者叫阿偉宜講一講 我們就 希望 民陣呢 就是不可以接受 警方任何的附帶條件 對嗎 對 對 警方的附帶條件 尤其是 他應該會選擇 那一會